这次我见过最大胆的士兵 上战场竟然只带5颗子弹 连枪都不打 反倒成了战神 只听一声零下 法系不带任何武器 直接冲向最前线的战场 原来法系所带的苏联军队 装备少得可怜 平均两个人才有一把枪 如果战友牺牲 另一个人就拿上枪继续杀敌 而敌方德军直接出动坦克 子弹更是多到打不完 按照装备情况 德军简直完预苏军 苏联军人奋力上前 没有武器的人就冲上前 当人肉靶子 前面的战友倒了下去 法系刚想拿他的枪 结果就被人抢先了一步 没办法继续冲吧 在德军武器跑步的攻击下 苏军撑不住了 纷纷往回撤退 没想到杜战员命令士兵向前冲锋 不许后退 撤退的士兵被杜战员当场射杀 场面十分惨烈 战火慢慢停止 德军呢为了防止人装死 拿着冲锋枪 对着尸体一阵吐吐 苏军的郑伟 赶紧爬到人队里装死 郑伟要开枪 撤杀对面的德军时 法系拦住了他 原来法系也藏了起来 法系表示 可以趁着爆炸声的时候开枪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确实是好办法 但郑伟呢 没把握能打中 把枪交给法系 法系可怜巴巴的 身上进攻五颗子弹 把子弹压了进去 他不复前进 从水池的排水口 瞄准对方的德军 军官呢 在里面洗澡 只露出半个头 这太难打了 但法系可是神枪手 爆炸声响起 法系立刻扣动扳机 德军军官被击中了 旁边的士兵还没有发觉 法系趁机又一枪 直接打一送一 一旁的士兵察觉不对劲 立刻握倒 法系沉着冷静地 打下三连杀 有个巡逻的士兵 发现了他们 拔开手楼弹要扔过来 千军一发之介 法系的子弹强先一步 没给他扔的机会 第五个士兵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就要逃命 法系绝不会放过他 起身对着士兵 就是一发 移动目标也打得这么准 法系第一次上战场 五颗子弹 拿到了五杀 击杀成功率百分之百 旁边的政委都看懵了 这也太厉害了 赶紧起身和法系握手 这是救命恩人呐 然而战场上 德军进攻猛烈 苏联这边节节败退 正需要一个英雄 政委把法系的英勇故事 刊登在报纸上 一时间 苏联人都知道了 这个狙击之王瓦西 原本低迷的抗战情绪 瞬间高涨 瓦西被调到狙击班 成立一名狙击手 而瓦西也不负众望 每天人们都能通过广播 收听到瓦西 今日拿下多少德军牌子 仅仅10天 他就消灭了40名德军 德方的高层气坏了 于是 德军派出了王牌巨神 巨神一出马 就干掉了苏联五个军官 和两个机场手 瓦西呢也来会会这个巨神 一出手就命中目标 看着对方掉落的头盔 瓦西想着 所谓的王牌巨神 也不过如此 瓦西和一名队友去拿牌子 留下一个人在原地掩护 可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队友就被干掉了 瓦西和队友到达局局点 却发现 这只是个假人 他们中了巨神的圈套 瓦西立刻决定 带着队友撤退 就在车队途中 瓦西发现了地上的烟头 根据烟头残留的温度 瓦西判断 巨神应该就在他附近 要来个守株待兔 两人待在原地 不敢煽动 此时 德军又发起了空邪 队友大吼着 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不然就是在等死 瓦西让队友千万别动 德军的炸弹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轰炸到 他们所在的地方 队友不顾瓦西的劝阻 只意骑身逃离 结果 下一秒就被巨神命中 当场身亡 瓦西只能借助 爆炸产生的烟尘逃离 这一战 让瓦西见识到了 巨神的优秀 他总比自己快一步 是个不能小干的对手 为了打败巨神 苏联高层排了大曼 来辅助瓦西 两人配合默契 瓦西一枪打断 155米处 德军的电话线 切断了他们的联系 德军呢 只能怕电话修理员上场 但对方一出现 就被大曼击毙 巨神知道了这件事 让苏军的俘虏 穿上德军的衣服 夹扮成电话修理员 根据俘虏倒下的方向判定 两人的位置 大曼想到一个计策 他缓缓拉起一个头盔 假装保留位置 引巨神出手 一旁的法西 趁机干掉巨神 但经验丰富的巨神 一眼就看穿对方的伎俩 把枪口对准了 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两人见计谋失败 就要离开 大曼刚跳出去 在空中 就被巨神一枪打中 真是太准了 法西则躲过一截 看着地上的大曼 法西不敢相信 刚才两个人还有说有笑 现在就迎天人勇格 悲伤之余 法西背负巨神的实力 竟然能在目标高速移动中 一枪命中目标 简直不可思议 在此行动中 法西认识了一个男孩 男孩非常崇拜法西 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法西在这里见到小美 当初在火车上 法西对他一见钟情 没想到还能再见面 两人在一次次的见面中 呼声好感 但战争年代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 消灭敌人 正没告诉法西 他在巨神那里 安插了个卧底 而卧底呢 正是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经常给巨神擦鞋 所以能及时给他们带来消息 男孩表示 巨神将会去工厂 法西和战友穿过管道 到达对面的掩护点 可他们没想到 巨神呢 已经提前埋伏在这儿 两人的爬行震动了管道 震动了管道外面的尘土 巨神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更换了狙击点 枪口指着管道出口 队友刚起身 就被巨神击中 随后 法西的枪也被打掉 幸好有个破旧的炉子 给法西做掩护 他让队友先撤 随后 用绳子绑住小刀 想把枪勾回来 尝试了几次 终于成功了 法西小心翼地 把枪拉回来 可巨神 直接打断了绳子 把法西最后的希望也打断了 德军发动袭击 打碎工厂玻璃 玻璃散不在法西四周 两人通过玻璃 都能看到对方 小美呢 得知法西的处境 急忙赶来支援 法西让他不要轻与妄动 找到一大片玻璃 到处321后 小美聚集玻璃 巨神被玻璃反光 晃得睁不开眼 法西趁机拿上步枪 打中了巨神的左手 这一枪 带给苏军更大的希望 马西和小美也发展成恋人 正在报纸上 大肆宣扬马西 甚至把他塑造成了神 这让马西感觉到不安 就在这时 男孩带来最新消息 他发现 巨神鞋上 总是带着黄土 父亲呢 只有化学工厂朋友黄土 马西提前去那里埋伏 整晚都在观察 到了第二天 他终于撑不住了 不小心睡着了 而这不仅错过了巨神 还暴露自己的位置 就在巨神 沟通班机的时候 匿名德军来搜刮士兵的财物 正好挡住了瓦西 德军把瓦西洗劫一空 等巨神再次瞄准的时候 瓦西已经不见了 德军的军官看到瓦西的证件 认为他已经死了 可巨神不相信 瓦西就这么轻易去世 他故意告诉小男孩 明天将会躲在 或者站出口的水塔里 袭击瓦西 就是想要男孩 把假情报告诉他们 高层截取了德军的电报 得知瓦西死亡的消息 非常愤怒 命令手下封出消息 绝不能让大家知道 瓦西已经死了 就在这时 瓦西竟然回来了 男孩把消息告诉瓦西 并且表示 小美已经先一步 去了火车站 瓦西没有犹豫 拿着枪就去了车站 在巨神动手之前 先一步见到小美 看着两人拥吻 郑伟促意大发 原来他也喜欢小美 郑伟故意发布了 抹黑瓦西的文章 表示他已经翻遍了 此时巨神抓到了男孩 害死了他 看到男孩尸体的小美 冲出去就要为男孩报仇 瓦西即使拦住了他 并发誓 一定会亲手为男孩报仇 德军再次袭击 郑伟召集 把男孩的妈妈 转移到安全地方 没有告诉他 男孩的死讯 只是谎称 男孩已经叛变了 这或许比死亡更容易接受 在护送男孩妈妈途中 小美不幸被榴弹击中 而另一边 瓦西和巨神 做之后的决战 展开无声的对峙 郑伟带来小美的死讯 自己心爱的女人去世 郑伟幡然醒悟 决定用生命帮助瓦西 把西看清了 巨神就躲在铁壁下面 巨神钻了出来 他以为干掉了瓦西 刚走几步 就察觉到旁边有人 没错 那人正是瓦西 巨神知道 自己在街难逃 脱下帽子 向瓦西致敬 只听砰的一声 瓦西击毙了巨神 不久后 德军宣布投降 这场坚持了199天的 斯塔林格勒战役 终于结束 幸运的是 瓦西在救助站 见到小美 原来 当初男孩的妈妈 请求士兵 把受伤的小美 抬到了船上 这才救了她一命 战争结束了 两人也将迎来好日子 奔平安凡 奔平脚 濒临城下 本期没有问题 请在评论区 打出世界和平四个字 希望地球上没有战争 电影中的瓦西 限制中叫瓦西里 扎伊彩夫 是苏联著名的举举手 二战期间 共击比400名德军 备受于苏联英雄的称号 本篇要看 推荐去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